黃忠義教練衝上前 不知道跟 跟他閉出來 這樣穩穩的 對 穩穩的處理 中手接到之後 傳音雷 這是一個成功的犧牲短打 好拚制的處理也相當的快速 現在跑者上到二三壘 九局的前半 對 現在就拚後面兩棒 對 後來應該 黃忠義教練就是 直接跟徐苑兩抽筆就閉出來 不要再 先準備 對對對 不要晃來晃去 因為對方也已經是 屈前的守備了 你這個偷襲沒有什麼意義 對 現在輪到正達紅 今天的四次打擊有一隻安打 第八局牛隊就有一度 真的一棒可以追平的機會 沒有掌握好 這個半局靠著兩個四次球 加上 短打推進 上到二三壘 九局的前半 內野這時候是一個正常的守備 對 增壓的對戰 正達紅打 黃金之打的也蠻不錯的 三成五一的一個對戰打擊率 正達紅現在這個打擊 甚至於比接下來 林毅全這個打擊更重要 對 對 我每一個打擊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被取得兩出局的話 對手的方來講 被壓力會比較減少 有這一球打成了一個飛球 距離夠了 應該要注意三壘 對 沒錯 果然是往三壘傳 這是一個高飛犀身打 這是一個高飛犀身打 把三連上的跑者給送回來 比數現在變4比5 好球 那這時候林毅全會有打擊的機會嗎 因為一壘是空著的一個狀況 還是黃金之有信心來對付這位強力的左打 我們現在看 他們現在還是領先一分 對 林毅全如果讓他上壘 那危機會更大 所以應該要拚就對了 對 應該會直接對決 然後投到好球袋裡面 不會一開始大概就閃躲 不過教練看起來好像是 故意要4塊球 對 還是要 閃避這個超級強打 來拚下一位打者 這時候到底是要暫停還是 這時候真的也 很掙扎的一個狀況 最後 對 因為你是領先的 對 不過剛才 我想這時候 這個剛剛大家聽 楊教練的一個 這個 分析喔 跟實際 藍明哥好像要操作的瞬間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這真的也 各有利弊啦 也沒有什麼對錯 沒有 有時候看起來是結果 但是我們這個分析的一個過程 你在領先的時候 你現在要把林一犬故意4塊球上 其實他們的超級問 就來到了地雷那一包 沒錯 那你現在林一犬的安打 大不了就是 就追平而已 那楊教練這樣的一個 想法是比較有 比較積極性的 就是比較 不會一直去想壞的那種狀況 沒錯 而且沒有忽略掉說 你還有後面半局的一個進攻 不過這時候呢 最後決定還是要做故意4塊球 而且也不排除喔 保送之後 因為接下來是 這個幾位誘打者 再換頭當然也有可能 就看看藍明哥剛才這個暫停呢 是做什麼樣的一個交代 也有可能 對 但主要的是 你得要有信心 沒錯 不過都沒有再繼續練 所以看起來也 場邊的投手 並不會立刻上來做一個取代 刻意保送了 第4棒的林一犬 現在要面對王信民 因為王信民呢 四次打擊 有一隻安打 4比5 牛隊的追到只差1分 而且二壘跟一壘都還有跑者 九局的前半 我打這個時候呢 壓力很大 考慮需求 终于决定要投球了 第一个球先来的一个好球 打车没有出发 今天王姓名四打出一安挡 最近加起来是连三个 连三场比赛有安挡 叶蕾上是林一拳 在叶蕾上有苏建荣 生涯的一个对战 黄金志是战上风的 15个打数我只被打了三只安挡 大概中外也右外也这个区块 王姓名经常打的一个位置 往三雷走 Safe 哇 这下子跑者分别上到二三垒 牛队这时候二垒还要再做一个带跑 球师 哇 无所没有接好 对 无所急的要把球再拉回来 那做这个动作反而 新生 武艺了 那这个球传三垒 还是传的稍微慢了一点 现在苏建荣上三垒 那林一拳上二垒之后呢 牛队也更换了余鲜明来做一个带跑 哇 这下子 对达明哥的一个压力 当然就更加的巨大 对 一些比去带跑林一拳 标识 我们家串越那野防去走这 本来的攻防少不了 好球喔 球速现在形成了 两好球一坏球 球速现在是黄金志领尖 很继续 王庆明呢 在两人出局 得点圈的一个打击率喔 发挥的并不是很好 两成三五 这都是历史数据啦 对 在这个当下 能不能够有所发挥 如果我刚刚那个正中央的球 然后放掉 那现在应该是很奥 哎呦 捕手这回有挡下了 厉害 这个没挡下来就 恐怕要被对方追平 现在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 九局的上班 新龙牛队的最后反攻机会 大军濒临丞相 对拉宾哥来讲 就只差一个出局数 甚至于是一个好球 可以守住这场比赛的胜利 牛队在后半段也 穷追猛猛感 结果这个球挥棒落空 反正了王庆明 也结束了这场比赛中场 拉宾哥台湾队呢 就以5比4 一分之差呢 显胜了新龙牛队 虽然是5比赛 暗